上集呢咱们讲到了杜成出面 硬给二大嘴撑腰 收拾蒋家俊 那你看当时市总公司这不是来了吗 然后当时向着偏向蒋家俊 就收拾当时那边的二大嘴无战将 包括当时那边的什么朱元华 包括当时李泽林他们这帮人 就要干他们 杜成这一瞅不行啊 往前这一过来说你先别动他 这几个人呢这是我照着的 我是海南的杜成 今天谁要动我兄弟一下子 我告诉你姓高的 我让你吃不了兜子走 老高哥这一行呢 咱们咱们咱们眼睛给一瞅 这小说话挺狂啊 肯定是有点底级 要没有点什么手腕 他不敢跟我这么捞嗑 这毕竟是哪昆明啊 王智嫂你是云南的 你到这边管我的事 我管不管你说 你先给我这听着 拿电话我打电话 我让你现在知道我是干啥的 一个电话直接给当时谁 给当时贾勇就走不去了 勇哥这边知道消息之后 那你看勇哥帮着杜成 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云南那边 当时对面一个大哥接着 那诚哥往那边瞅 喂你好 你好诚哥 我家有私有成的 你好弟弟 你好 说那个有个事啊 希望能麻烦你一下的 哎呀你看你这话闹的 说咱们的了 哪方面说咱们又来那边什么事 说那个我有个弟弟啊 叫杜成 杜成 这人给哪呢 现在在昆明那边 在昆明那边盘龙 盘龙区吧 对是盘龙区 搁那块让人给熟识了 而且那个谁 老高过去了 老高过去了 说那个不认识咱们 现在搁那边呢 熟识咱们 向着对面 我现在意思呢 是啥意思呢 必须保证杜成的利益 保证杜成的得劲 保证杜成不受一点欺负 啊 这个事 行 那个加油啊 那你放心吧 到咱们云南这边过来 留着来了 说出点什么事 你放心 我兜的啊 我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那感谢了大哥 哎呀 你看这话老的 我现在电话走过去 哎 好嘞 八大一个电话 云南当地上面 当时陈哥这一丑 家勇的电话 可以说面子绝对是有 那是嘎嘎板凳的 一个电话 直接就给谁 就给当时老高就打了 老高哥那边吵嘛吵嘛 这边当时那个谁呀 蒋家军还说呢 长他呀高哥呀 啊 你这哥哥那这封厅 他哥那哈了你 黑的他也哈了 你也哈了 直接咱俩就给他亲子 就完事了呗 当时老高一吵 你先别着急 说那个好饭他不怕晚 要是说真要是 没啥意外的话 我就收拾他 要是有点别的事吧 咱再演演 点了点咋整 再去哪 说你哥那加田呢 我哥没搁家呀 哦 你哥没搁家 这一面吵得心神大大 不像在跟我演 不是不像是在开玩笑吧 正哥这说的 老高电话 想着一拿出来 一走谁 哎呀 陈老大 哎大哥 老高娃 你搁哪呢 我我我我我那个那个那个 昆明那边呢 出这个到那个盘龙区 盘龙区这一块 啊 金兵辉煌叶总会 这边有人打仗 对面是不是有个叫杜城呢 啊 是是是是是有一个叫杜城呢 大哥 那个是咱们朋友 啊 不管咋的 保证杜城 啊 老大 我问一下他 那个这个杜城 啥关系 就对面 你知道跟谁整起来吗 跟那个谁 蒋家军他们整起来 蒋家军他弟弟 不管是谁 谁也不好使 杜城人家四九城那边给我打电话 老贾家打电话 是吗 大哥大打电话了 哎呀 那行那行 那我知道咋回事了 行成哥 好嘞 不害我 成哥往前一走 咋的啊 啊 现在这个事该怎么办 哎呀 来啊 我这把人啪啪一过来 哎 大哥 把那个蒋家军给我抓起来 哎 往那边 蒋家军哪 你在这个昆明当地啊 为非坐在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直 四亿忘义的 我就想给你一个机会 啊 我总算得到一个机会 我今天把你事了 啥也别说了 把蒋家军弄到市总公司 老高 我是蒋家军 我个蒋家庭 这是在昆明里抓我 在哪儿不得收拾你 在昆明我就必须得干你 在别的玩意管不上的 哼 一个一个的 我给你们点笑脸了 是不是 真拿我那个 智能公司老高 不打回事 这是盘龙区 跟这人是盛飞 你怎么想的讲下去 哎呀 那个杜长干 哎呀 你看那个 把他给摊起来 行不行 杜长一草 高哥 你这事搬得有点利索呀 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了 哎呀 是我那个本分 那个咱们那个本职工作 该做的 蒋家军 蒋家田 这哥俩在昆明那边 也是为非作亥的 收拾他 顺人情和民意 也顺天理 这不就给他收拾起来吗 说那个 你看你这边还有啥要求不 这边有啥要求 我尽量我把住你 打电话了 陈老大 没啥要求 我跟你讲到市的公司 那边挺不服 我到市的公司 我晃晃的 行行 咱就去市的公司走 走吧 去市的公司 哎 不是要承认你真去呀 咋的 然后高哥 那个 蒋家军吧 他跟这个昆明和云南 那边有点势力 有鸡毛势力 有势力呀 有势力能接不打的 有势力不怀悟他呀 有势力不揍他呀 我打的都是有势力的 你是海南那边 大哨 哦 哎呀呀 你看这个身份啊 你找找 他市总公司 他们几个道的市总公司 因为蒋家军呢 直接就在到市总公司了 到市总公司里边 他们这边接了不少人 当时老高一吵 人家这边大哥亲子打的话 包括四友常 包括杜成的身份 老高要说啥 咱也不能得罪呀 你愿意打掌 那就是你们的事 就跟我没关系了 杜成一进屋里边 直接在咱家里 把门离推开 蒋家军给这个 当时这边 邓子给这坐的呢 手脚给这绑了冰帘 那你看 这帮人的呼辣一进来 成个草木草木草 你挺硬啊 你不挺牛逼啊 刚才拿着带着那么多人 干我 蹦我 咋的 这回知道 谁牛逼了吧 葛昆明 杜成啊 你挺硬啊 关系挺牛逼 背景挺大 你能把我送到这里边 说明你在这个云南当地 有点势力 但是你给我听好了 杜成 我们老想呢 葛昆明 葛云南 这边不是玩一天半天的 我就是走过行驶 早早玩玩的 我早早玩玩 我咋在里边得出去 你给我听好了 我等我出去了 杜成 你看我怎么整你 今天你所做 都对我做的一切 我原封不动的 我都还给你杜成 成哥哥这边 那行啊 我期待你还给我 旁边当时老黑 啥的 啪一吐的 啪杀一打 挺硬啊 啊 这边直接把当时 这个胶皮棍拿回来 照老话 啪啪一下子 给当时谁 给当时奖家劲 啪就也磕那了 跟谁俩说话呢 那杜成呢 是我大哥 东杜成 你试试 要不要你命 啪一下子 直接往那边这一干 成哥哥这叼的烟 你不牛逼吗 你不嘴硬吗 黑哥 哎 成哥 给他打服回去 什么时候喊服了 什么时候拉倒 什么时候不说服 就一直走 往那边 讲下去 我服不了 那叫服不了 马上讲话 你服不了 那这边给你炒吗 炒吗 这边有他妈 老五千的 八大一过来 黑哥 你写了 往上他怎么服不了 往前一过来 直接一摁脑刮的 钳子往牙里面 这一塞 当时 对边 讲庸家军 你整死我 马上我整死你 啪啪 啪一下子 直接一出来 啪啥一颗牙一干掉 那家伙啪一下子 那你说这一下子 多长 啪啪一颗牙两颗牙 干着这边 拿着当时那边 老五千 直接照着牙 啪一嘴 直接干掉了 前面四颗大门牙 全都干掉了 直接从你 就问你服不服 别讲了 别讲了 服了 服了 哥们 你们牛逼 你们哥 昆明那边 女的大哥 别讲了 太硬了 牛逼啊 马上讲话了 你刚才那劲呢 直接拿钱了 照着牙旁边 啪又可以的 这边一干的 蒋家俊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别打我了 别打我了 多长两话 继续 我在这个昆明里边 我不走 我就在昆明待着 在那个盘龙区 夜总会 金碧辉煌 你不是牛逼吗 你不是有人吗 我个人等着你啊 你来 玩什么我都陪着你 是白色的白 还是什么色 什么都可以 直接到那边 陈哥就起来 走 老高跟外边一走 哎呀 那个 陈啊 说咱这到家里边 这办公室还有茶 我叫兄弟刚提起来 茶倒完水的 咱个办公室喝口茶 你说大老远过 咱们昆明 到那个市总公司了 你过来 这大哥知道 你给这连口水都没喝 该埋怨我了 说那个 你看咱喝点水行吗 陈哥讲话 高跟 说麻烦你了呗 在那边 这叫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一家人咱就不能说两家话 那不就车远了吗 自己家的事 咱们就是 轻手立脚的 孙大小船就给你办了 挺好点事吗 那个 咋呀 还满意 行 挺好 谢谢高高 哎 那个上楼啊 楼就不上了 回家聋位 那边不少事了 行行行 那我送送你妈 直接啪啪送杜城 他们几个走 老高 一瞅磨瞅磨 一瞅磨瞅磨这边 哎呦我天 这不是惹事吗 赶紧一把一瞎找个医生 赶紧把那牙给长一长 那这边给长了 老高跟这个市总公司做的 他也做不稳了 为啥 因为他知道蒋家田的电话 马上就得过来 甚至蒋家田就容易说 干到市总公司来要人 老高讲话 咱承受不住啊 你咋等啊 往那边就等了 寄来之责案的时候 蒋家田的电话可不就响了 他的兄弟给他打电话 蒋家田的扒一街 喂 哥 出事了 出事了 老爷子出事了 老爷子出事了 咱们的了 老爷子跟那个 咱二哥蒋家郡他俩 到盘龙区跟那二大队打起来了 我在讲 还有那谁 周元华 还有那个李泽林他们干起来了 打完之后 他们那个盘龙区 咱们那个昆明当地 那边的市总公司 把二哥给带走了 把蒋家郡带走了 老高啊 他不认识吗 他脑子里边不算是王 他不知道蒋家郡是谁吗 不知道是谁的人吗 哥 知不知道 他肯定知道 我对面挺硬的人 还有老爷子腿上给打折了 我老张腿上给打折了 人跟哪呢 跟医院呢 你等了我过去 我现在上去到医院 我看看掌红杀 八一挂 蒋家田这一起吃 这不带着当时他们 那边那个说 大超他们一帮小子吗 往哪干 直接往医院干 你看大超小量的 前面当时这边的奔驰骨头奔 后边这些两三三台 骨头奔 八八就顶医院 后边一溜的别的车 兄弟来不捞手 到医院一推开病房的门 屋里边都是人 他可当地医院兄弟多呀 蒋家 杨家英哥这边一吵 杨家英哥那边一吵 杨我一吵 家田啊 过来了 江家田往那吵不吵 腿哪吵呢 这是呀 谁打的 那个阿尔大怎么打的 阿尔大怎么打的 阿尔大怎么不战将 他敢吗 他有这两陛下的吗 这小子身边有一个大哥 给他撑腰 他敢干啥吗 挺牛逼挺猛 把江家军都挡里边去了 江家田哥这咱们咱们眼睛 谁能这么硬 能跟昆明这边 能使鬼吹磨都开始了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 你打着我江家田 你也知道我是啥人哪 我是魂不定啊 我不得整你吗 我不得灭了你吗 直接拿电话 一个电话八八 直接就打给谁了 打给老高了 老高当时在那个市政公司 一搜 当时电话 哎 哎 江田啊 大哥 那个听说我弟弟在你那 哎呀 不是说在不在我这 那肯定是在我这 你不是听说 那就是在了 那这么的吧 赶紧的吧 差不多 赶紧把热给我送回来 哎呀 不行啊 那个江田 这里边的事啊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都说清楚的 你不要为难你高哥好不好 我为难你了吗 我为难你了吗 怎么呢 亲自让我亲自上门啊 去拒业上 还是去拿人家 我告诉你赶紧的 不是 嘉田 这件事你不能跟我说 你跟我说 说不着 我也是有心无力 我也是想帮你 但没办法呀 云南这边 陈老大不让啊 这事 亲力气没的 你先来让我拿 你不为难你高哥的吗 你这么的吧 你不行 你给陈老大打个电话 陈老大说怎么的就怎么的 那你 我就不听 我就不管这个事了 那个嘉田 我是有些想把那家具给你带出去 但是没办法 陈老大那方面 我还得跟你说个事 你别跟我一样呢 你也别跟我鸡头白脸的 不是我干的 咋的了 那个 也不到被咋的 你弟弟到市总公司吧 来之后 完了 二大嘴不但经 他们也来了 完了 一个叫杜成的 也到咱们那市总公司 一起过来的 我现在当麦罗对面 把这事好 解释一下 解决一下的 没曾想啊 大家会到这之后 你弟弟在那个凳子上 坐的时候 他们这人多势众啊 你一拳他一炮的 拿着当时那边 老五千的 就把你弟弟没牙 也没好几颗 耗了五颗 把我弟弟没牙 给耗掉五颗 哎呀对 是是耗掉五颗 你就给他看着不啊 不是 那个 加田 我这个 行 糟糕 你给我听好了 啊 我弟弟有点啥闪着 你看我放不放过你 哎 不是加田 哎 巴一挂 蒋家田把电话 这一挂 你看蒋家田 知道自己弟弟出事之后 他该怎么办这个事 预知下距如何 请关注老弟 下集嘎嘎精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